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长歌行封面变赵露丝和吴磊 女主迪丽热巴的粉丝纷纷抱不平 当初电视剧长歌行热播的时候 迪丽热巴的粉丝都积极参与宣传 然后有个网友说自己给自己的好友推荐长歌行的时候 朋友竟然告诉他以为是赵露丝是主演 没有热巴 粉丝和网友纷纷说这样挺不尊重女主的 还记得当初国内版电影蓝色生死恋赵露丝 孟美琪 徐凯还有娇瑞 因为当初男一号不火 就有了广为流传的那张男二和女一女二都站在宣传海报C位 男主被弱化在边远地方只可以看到一个身形的神图 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 电视剧为了收视率都会相应的做一些热点的宣传 就因为星汉灿烂热播 男主吴磊和女二赵露丝在剧里没有多少对手戏 还要强行放在一起 只能说美工太敬业了 其实网友们和粉丝们不要太生气 这都是宣传的常规操作 本身拍摄电视剧就是为了收视率 好剧播放之后也会迎来平淡期 长歌行上映也算时间长了 好不容易可以找点热度 让这部剧再增加一次热度 也算是有意无害 毕竟剧情里谁都可以看出迪丽热巴是女主 就像一位粉丝说的 热巴和热巴粉无所谓 只会向前看 奔赴下一程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